11月Post 76就搞了一個影音展 影音展的慣例都會送一張碟 不過他們突破了慣例就是送黑膠 是一隻10吋的黑膠 我覺得這樣挺有心機的 你現在錄黑膠出來是困難過你錄CD的 這也算是挺有心的 另外10吋很有趣 又印了Number 當時的表演一開始我已經叫大家一定要找這隻 當時我沒有聽過 回來一聽 那隻10吋的黑膠 拿出來給大家看看 10吋的黑膠就是這樣 我都珍而眾之地放在這裡 為什麼我要拍片再講呢 就是另外一個開心大發現 開心大發現除了拿回來聽好聲之餘 另外就是 他有一張這樣的紙 這張紙其實可以根本就不印 但他就特地印了一張紙 就是每一隻歌 就給一些簡介和推介一下 另外也多謝了一些朋友 其中呢 被我看到自己的名字 現在就很厚硬地讀出來給大家聽 另外還有人稱師父的司徒甲 但因為他是Judas的經理人 所以他一聽見我們需要幫忙 立刻就說Judas討論可行性 並肯快答應 而且拿出他全新的歌曲來支持 我們又是一個異氣子女龍 也沒有說是嫌不嫌棄的 我又喜歡玩 你們又給我面子 肯讓我一起玩 當然是大家互相幫忙 由於這張紙 好像已經外面 找不到 因為他想不到這麼多人要 他自己印了不是很多 他自己印的數目 當然是讓他的表演進去 瀏覽人次少 結果外面不是有很多 而這張紙幣我是覺得挺好聽的 因為Judas就放了一首歌 所以Post 76也很禮貌地送回一些紙幣給我們 我知道大部分Judas的粉絲都已經買了 但如果有些朋友 你真的想要這張紙幣 當時入場是沒有的 現在想補購的 你可以找我 我不會放連結出來 因為這張紙幣不可以公開發售 如果你是毒海浮沉的朋友 你真的想要 你就再Inbox我 我就再聯絡你 看看如何交收 多謝大家 不公開發售 沒有連結 你記得要Inbox我